因为疫情睽違两年 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 再一次迎接全球2500名政商精英 会场外有很多主题馆 那像我们看到的这最显眼的位置 就是乌克兰主题馆 以国家为单位 Ukraine House 那么所有的费用还有服务 都是由达沃斯社区免费提供 今年乌克兰有十多名官员出席 总统泽伦斯基也会进行视讯演说 反观俄罗斯从戈巴齐夫时代以来 头一次完全缺席 过去的俄罗斯主题馆 今年被改为俄罗斯战争犯罪主题馆 这是主会场内最大的会场中心 里头可以坐上超过1000名的观众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周一傍晚 也会在里头发表视讯演说 除了主会场 整栋四层楼建筑 还有23个会议场 以及超过30间一对一的会议间 让各界领袖直接交流 只是场地没变 世界已经不同 今年美中两国都没有高层官员出席 对话层级仅止于气候变迁 全球疫情还没结束 乌克兰战争进入第四个月 还有接踵而来的供应链问题 通过膨胀 再加上气候变迁 粮食危机 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一点都不缺眼前的紧急议题 TV新闻 崔仲群 李明辉 倪家辉 刘婷婷 瑞士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